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关脚一些变化 在前面我们中讲了新小飞 新大飞 但新单关有时候虽然相比那两个变化少一点点 但是也是可以说会时常出现 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讲白旗在这个脚上有些什么手段 首先在一般情况下 黑旗在新单关的时候 在这边 在这一带 甚至于这一带 都是有子 子力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子力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黑旗以后欠一个挂 欠一个挂有飞 那么这个位置比这个位置就会要差一些 所以往往是在黑旗这一带 有子的情况下 有子的情况下才会当关的 那么我们暂时呢 就可以给它摆上一个字 看看里面的变化 这个地方呢 白旗虽然有阿鲁漏 我们在这个新小飞中学过 二四漏 一加二五漏 这个下法 但是在新单关的 目前的情况下 这个漏的下法相对呢 就比较少见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漏 作为黑旗来讲 简单的 顶住 就可以了 白旗退 黑旗帮助 白旗呢 你就算加一下 就算加一下 那么我黑旗就沾上 你拆回去吧 这不是正常变化吗 但是这个啊 与我们前面的啊 这个新小飞 这种相比呢 那么黑旗这个指 单关 效率呢 明显的就要高于 这个小飞的这个位置 第一 它这个单关以后 对黑旗这边的实地啊 目数明显呢 也要大于这个 第二 它这个单关以后 对这块旗的压力 以后假设黑旗逼过来 要攻击白旗的时候 这个单关的 这个指压力 对白旗的压力啊 也明显要大于 这个小飞这个 所以呢 这也是啊 这个 当 黑旗单关的时候 白旗啊 比较少的 采用 246 或者说是256的下方 因为256 黑旗简单的 它就并一个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当然了 黑旗也有 靠或者尖等等下方 当然了 它就简单的并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结果呢 白旗呢 相比 小飞来说呢 要呢 稍微亏一点 这也是呢 为什么 246 或者256 出现的比较少的原因 出现的比较少的原因 当然了 如果您觉得 这点 小的损失 没有什么关系 我就图个简明 图个这个 轻松 这个下方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这个下方也是可以的 亏损的 当然也只是说呢 非常的有限 那么呢 我们看看白旗呢 剩下的主要两种下方 第一种 也是最多的一种 就是脱角 这个脱角 脱角的时候呢 黑旗呢 两种下方 一种 内斑 取地 内斑取地 白旗呢 这个是 不能二路斑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个要是 二路斑的话 这个 打下去 这个白旗很难办 很难办 那么白旗呢 就是退 就是退 黑旗 接下来立 守住这个地 白旗拐 由于是这个高位 黑旗呢 几乎呢 是要接上的 白旗在拆 这样呢 也可以说呢 是双方 以常见 正常的变化 黑旗呢 得脚 白旗呢 得到了上边 也舒服的 在上面开拆了 这个呢 是双方呢 都可以接受的变化 黑旗这个 虎啊 虽然成立 但呢 这个 不能说是好旗 不能说是好旗 在一般情况下呢 不会太好 白旗呢 就算简单的 跳一个 就算简单的 跳一个 跳一个以后呢 黑旗对这里白旗呢 并没有好的后续手段 因为白旗就算以后虎 这还有飞 但黑旗损失最大的呢 关键是白旗的这个打 变成了先手 白旗这个打 白旗可以先打车 立下来 黑旗虽然可以 顽强的挡住 没有旗 但白旗就算 最简单的挡住 这个呢 黑旗亏损 也是比较大的 怎么比呢 把这个纸拿掉 拿掉以后 我们就看得比较明显 拿掉 这两手旗拿掉以后 就看得比较明显 等于就是 与这个当章相比 白旗 拆在这 我位置虽然差一点 比拆这个位置虽然差一点 但是 接下来的这个挡 和你这手旗交换 这个白旗木数 便宜非常大 这个白旗木数便宜非常大 黑旗呢 有点这个难以接受 反正这黑旗下面还有大飞 这个木数差很多 第二个这个白旗 这个变成仙手以后 白旗在这里的眼位 也会差很多 所以说呢 这个当白旗拐的时候 黑旗沾上 是 沾上的是本手 这是内斑的呢 一个普通变化 就是说黑旗取地 这个是黑旗可以接受的 黑旗取地的下方 这样是比较简明 那么黑旗还有一种下方 就外斑 外斑呢 是一个取式的下方 接下来呢 白旗急急忙忙 长三三 这个不好 这个被黑旗立 白旗呢 只能小飞 因为你不能大飞 大飞被这个一跳 这两个子就死掉了 你只能小飞 然后黑旗靠住 这个等于是 完全的 都被黑旗 封在里面 那个冲也没有用 是个虎口 这个完全的被黑旗封在里面 而且呢 里面死活啊 还有些问题 不容易 那个一手啊 活干净 如果你说你走这个 他就管 这个死活啊 都还有一定的问题 所以说呢 白旗这个长 是不行的 白旗呢 常见的下方 是阿鲁班 阿鲁班 这时候呢 黑旗呢 面临抉择 面临抉择 如果是 取势 就装上 就装上 白旗呢 也是装上 白旗粘的跟虎呢 效果是差不多的 半 白旗半 这个是白旗活脚 白旗活脚 这样呢 可以说双方告一段落 黑旗取势 具体这个外势有多大作用 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呢 进行选择 呃 黑旗呢 这个挡 以后挡这个 搬这个 这都是先手 但是黑旗呢 暂时不要走 留有以后这个点 缓一细结 杀白旗的手段 这个呢 是 双方呢 可以 接受的一个变化 啊 这黑旗取势 的时候 黑旗可以这么下 当然 黑旗如果 不想取势啊 不想取势啊 还有一种下法呢 就是说呢 是攻击 用是攻击 打吃 打吃完了以后呢 长啊 是 比较这个 凶的下法啊 就是压迫性很强的下法 但是呢 呃 白旗呢 也 也 也自有这个 腾锣的办法啊 白旗自有腾锣的办法 白旗呢 可以 这个时候 可以断 可以断 这个黑旗 当然只有跟着硬呢 跟着硬 打吃 擋住 这个是 必然的啊 黑旗没有什么 别的好选择的 白旗呢 可以通过 弃两个子啊 在两边 获得不少便宜 比如说 这里可以打吃一下 啊 接上 这个 加 也是先手啊 这个加也是先手 然后呢 把这个走掉 走掉以后呢 虽然被黑旗提掉两个 但是呢 就是说 这里 可以打吃着一下 对吧 嗯 这里呢 也能加了打一下 然后呢 大家注意 不要这个 轻易的这个爬啊 轻易的这个 去爬 而是呢 可以 顶出来啊 可以顶出来 再加过去啊 这样呢 嗯 虽然 白旗遭到黑旗的压迫啊 但是呢 白旗呢 嗯 依然可以呢 比较轻松的 活出来啊 同时呢 在脚上 能够便宜到两下呢 黑旗的脚的目数呢 也不是很大 这个结果 总的来讲呢 黑旗 不是太好 黑旗不是太好 虽然在这边吃得很厚 吃得很厚 但是一般在这边 有脂的情况下 这个 有点这个 过于重复 过于重复 厚上加厚了 这个下方呢 不是呢 特别好 那么当白旗断的时候啊 当白旗断的时候呢 黑旗呢 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的这个 好的这个 反击手段啊 黑旗你如果 挡这个呢 那么白旗就可以 先爬一下 这个再爬一下 你要是跟着硬 那么 这个脚上啊 黑旗危险 所以 总的来说呢 这个 打吃了肠 这个 嗯 黑旗呢 这个下方呢 嗯 不是特别好啊 被白旗断 当然有时候在旗谱中 可能大家也见到这个下方 但是需要注意呢 黑旗呢 一般呢 都是在周边啊 有子 有子力帮忙的时候 可能呢 这样下方能成立 大家呢 还是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 黑旗打吃以后啊 啊 这个选择这个 比较 攻击性的下方呢 就是 粘上 先粘上 这个是 看上去委屈啊 但实际上呢 是在积蓄力量 因为你这个 咱们说了 缩回来的拳头 打出去才有力 啊 那么 那么 白旗爬式先手 这个算你的先手 黑旗本身这边的形状 还是非常的完整啊 木树呢 也非常的好 木木树呢 也不少 那么呢 白旗让你在这边破掉一些 啊 因为我这个口本来就没尖住 没封住 让你破掉一点 也没一些关系 你如果飞出来啊 那我继续 拦住 对你进行威胁 进行威胁 甚至于说 这些情况呢 也说黑旗这里已经有紫的情况下 他就直接 这个点进去 这个呢 也是有的 这个也是有 这样的变化呢 就是说 黑旗以攻击为主 以攻击为主 至于这个好坏 要看看 黑旗攻击白旗 以后能收到什么效果 需要呢 能根据这个实战 这个选择呢 嗯 实战的判断呢 来做出这个选择 总之 就是说 当白旗 拖的时候 黑旗啊 觉得外势没有用 你就选择 搬利 取地的下法 觉得外势比较管用 就选择 搬 搬 取势的下法 搬住 取势的下法 如果觉得攻击最好 那你就打吃了 沾上 选择这个 对白旗 攻击的下法 黑旗呢 在白旗 拖的时候 有三种选择 大家可以记住一点 我有三种权利 至于我行使哪种权利 要根据在这个当时 这个局面的情况呢 而选择 好 那么呢 拖了以后呢 这个 呃 黑旗 外搬的时候呢 白旗呢 还有另外一种下法 还有另外一种下法 这个呢 白旗就是 搬这个 搬这个 这个呢 也是有的 这个就是说呢 把白旗准备把重心呢 转移转移转移到这边来 呃 以下正常的变化呢 是 黑旗粘不好 黑旗粘不好 白旗可以活 黑旗如果立呢 白旗就不像啊 这个小飞脚的时候 这样煎着火 它现在可以 飞出来火 这个呢 就火得大多了 这个火得大多了呢 这个情况呢 当然是完全的不一样 那么黑旗呢 粘的 比较多一些 白旗再拖 这个白旗完全转移转 黑旗不能再跟着硬了 跟着硬呢 这一拖着以后呢 呃 就拖了街上 走着以后 这个 你再跟着硬 这个白旗就活得比较大 啊 所以呢 黑旗也不会硬了 黑旗就打吃脚上 让白旗呢 转到这一边 白旗打吃啊 白旗如果当张被黑旗立下去 这个白旗不能满意 白旗打吃 黑旗呢 提掉 白旗再战 这个等于呢 走着一下以后 不让黑旗当立下来呢 白旗呢 再出来 这也是白旗的一个选择吧 白旗的一个选择 但是呢 好坏呢 很难讲 因为在这边呢 毕竟呢 白旗啊 损失也是非常的大 损失也是非常的大 嗯 白旗打吃的时候呢 黑旗打吃不太好啊 虽然打吃呢 能把这个子给断下来 但是脚上被人家拔掉一个损失也是非常的惨重 立下来啊 这边呢 形状呢 黑旗当然也很舒服 那么白旗呢 护一下啊 可以长时不走了 也可以团伙啊 这个呢 白旗呢 活得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活得比较舒服的 这是白旗呢 搬在这里啊 黑旗粘上的一些变化 嗯 黑旗如果啊 不想那个改变初衷啊 我还是想守住我这个空啊 我有点外事的话呢 那么 嗯 简单点 直接护住 也可以啊 一护住 白旗打 黑旗就粘 白旗打吃啊 黑旗 退 白旗这时候呢 要爬 要爬 那么黑旗我可以先打一下 再退 这个雨 当初它当时联班 你打了退以后 白旗断了这个有一个区别 就是白旗呢 必须先交换这两手 这个结果呢 就是黑旗呢 还是可以接受的 还是可以接受的 白旗接下来 依然 是 打吃 提掉 打吃提掉 那么呢 和我们前面的变化相比 白旗已经把这两手交换 失去了这个 顶的变化 这个区别是很大的 当然呢 形成这个结果呢 有时候呢 白旗呢 也是可以接受的 也是可以接受的 具体呢 要看这个 外周围的配置 周围的配置 不过从黑的角度来上来说呢 应该呢 没有什么这个坏的道理 没有什么坏的道理 白旗拖的变化 我们就给大家呢 讲到这里 黑旗有三种选择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选择哪一种下法 大家呢 在实战中呢 应该稍微思考一下 那么白旗还有最后一种下法啊 也是对付这个单关角比较多一点的 白旗点三三 直接活脚 黑旗肯定是胆的 大家注意啊 白旗这时候 它并不是 搬 虎活 搬虎做活 跟你打结 这个黑旗当然也可以打结了 黑旗不打结就跳一个 这个白旗不能满意 这个白旗活得太小 因为黑旗就算不打结 你白旗可以冲 可以团 都是你先手 但你最后也得自己立一个 或者是虎一个做活 那么呢 只能后手活成这样呢 这个旗来说呢 白旗呢 是不能满意的 不能满意的 这个外面断点没有什么用 因为它这个虎口是正好 你这个断点黑旗 简单的退一个就行 简单的退一个 这个断一点都不厉害 那么白旗点完以后啊 白旗所留有的强的招法呢 是什么呢 它是坚毅的 这是坚毅的 这个是白旗的好手段 你黑旗如果虎 白旗就虎 旗就虎 如果你帮助呢 那我白旗就虎 本身虎完以后 白旗就算在做活 就算在做活 也比刚才呢 活得要大一些 但是呢 结大多数情况下 白旗它不会简单做活 它白旗会 从外面 这里来夹你 甚至于呢 从这里来夹你 不怕你这个打结 因为打结呢 黑旗自身呢 也非常的重 如果假如说 你这个夹你不打结 那么我再做活的时候 那么我白白的 就多加了一下 大家注意啊 白白的多加了一下 以后呢 就多出一个顶 这个斑的这个手段 这个黑旗是不能接受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呢 白旗两斑以后 白旗它就不走了 但是脱线 等于就是说 线手让你呢 没有手脚的余地 没有手脚 本来我什么都不走 的话呢 你黑旗一尖 就全守住了 现在我先点几下 我不走了 你这个黑旗呢 也没有办法 竞杀我 也只能打吃 粘上坐 白旗呢 依然可以跟你结伙 等我结材有利的时候 就这里加你一下 或者这边加你 这个图呢 黑旗来说呢 是不太满意的 黑旗是不太满意的 那么当白旗虎的时候 黑旗打这个 白旗也不怕 粘上 黑旗粘 白旗跳 黑旗如果强行封住 白旗就简单的顶 立 这个旗就已经活了 脚身就已经活了 白旗活得还是比较舒服 当然黑旗外外时呢 也比较厚 这个呢 也是黑旗可以考虑 选择的一个变化 可以考虑选择的一个变化 厚在外面 当然这时候厚在外面呢 肯定呢 作用呢 不会太大 因为你作用太大的话呢 白旗就不会选择 这个点三三的下法 黑旗还有一种 啊 含蓄一点的下法呢 就是呢 当白旗尖的时候啊 黑旗跳 黑旗跳 这个是黑旗 含蓄一点的下法 那么呢 这时候白旗呢 再扳虎 再扳虎 有这两个交换以后 白旗再扳虎 那比黑旗 被黑旗跳住呢 就要虎的大得多 注意 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个结了啊 已经不是个结了 当黑旗打车的时候 白旗可以沾上 由于目前情况下 黑旗局面不太厚啊 不太厚 所以说呢 无法杀白旗 黑旗如果点 白旗就溢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黑旗不够厚呢 被白旗一挖出来 黑旗无法抵挡 这个一张啊 这里还要冲出去 这个黑旗不行 但是呢 黑旗这个含蓄的下法呢 也有也有很多好处 也有很多好处就是说呢 这个变化啊 虽然黑旗暂时不行 但是我在外面啊 无形中糊啊 等等这个很多很多地方 保留了有有这个先手味道啊 有这个有这个先手味道啊 嗯可以来说呢 随时我在外面走一个呢 你白旗呢 都得马上去做活啊 马上去做活 这个呢 也可以跳一个啊 也可以说呢 是一个呃 非常含蓄的这个变化吧 黑旗也是可以考虑啊 这个采用的一个下法 那么白旗点脚以后 小肩啊 这个是 就是说呢 是能够活旗的啊 也是说非常有利的下法 黑旗呢 呃 选择 可以选择呢 就是说呢 挤完以后 打仗啊 或者说是跳的变化 其他的呢 呃 没有 黑旗呢 展示的就是说 没有什么很好的下法啊 如果你是假比方 我们说单靠 这个被白旗一斑啊 黑旗你断它吃掉了 那你再退呢 它沾上啊 这个白旗 不用怕啊 这个白旗里面 大家注意啊 是可以进货的啊 这个单肩一个就进货 单肩一个手 敲手 如果你 不会去搬一个的话 这个有可能就上黑旗的蛋 有可能就上黑旗的蛋 因为你摘虎的时候 它一打吃 你这个脚上是 无法进货的啊 你没有这个交换 它跳的时候呢 你可以煎一个 白旗 黑旗呢 没有这个打结的变化 所以大家呢 也要熟悉一下 这个单肩做货的 这个 好手啊 以后有 从这外面有断 或者留有单点的 这个 这些借用 那么 这个点 在什么时候运用呢 可以简单的说一个 就是说呢 当你点完以后啊 这样黑旗即使是在后 即使是在后 的情况下呢 它的后势 也不能发挥 太大的作用 太大的作用 的情况下呢 白旗呢 可以采取这个 点的手段 白旗可以采取这个点呢 小剑 的这个 这个手段 这是 旗一 旗二呢 就是说呢 在后一旗 周围 这个周围 子力比较多 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脱脚 不能够做活的时候 在这边 脱脚不能做活的情况下呢 那呢 你可以采取这个点 点的小剑 这个做活的下法 如果在比较空旷的情况下 或者说 在比较空旷的情况下 外面黑旗形成外似 还有很大价值的情况下呢 还是采取这个脱的下法 稍微好一点 优于呢 这个点三三的下法 如何运用 我们记住 记住刚才 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 在什么局面下 点三三 以及在什么局面下 拖 这两种下法 这两种主要的下法 对付这个 单关来说 主要的下法 希望大家 听完这个讲座以后 能够记住 怎么在实战中运用 能够呢 在实战中的希望呢 也希望大家不但记住招法 能够呢 正确的 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样呢 想必呢 您的齐力呢 就会获得呢 比较大的提高 本期的讲座呢 本期的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通过啊 拨打热线 或者是发音妙 给我们的这个方式 让我们呢 知道我们呢 有能力的话呢 尽量呢 给您呢 予以答复 今天的讲座呢 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